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是他的精神内涵 他动工于1960年历时十年建成 他被称之为人工天河 周恩来同志曾把他称之为新中国的两大奇迹之一 他答对了 他答对了 随着你的信息公固越来越多 陈飞的脸上 牙都露得越来越多 你知道吗 他就知道自己给答对了 接下来我们请邮玲玲给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由您来出这道题呢 我来自红曲曲的故乡河南灵州 我的爷爷就是当年千千万万红曲曲建设者之一 其实修建红曲曲它根本的原因就是为了人民 像您之前也主持过相亲节目 过去的旧邻县也有这样一句话 不求你家财万贯 但求你油水洗脸 而取轻的条件也是需要把女方家的水缸给挑满 邻县十年久旱 水贵如油 为了改变邻县的生存面貌 新中国成立之后 县委就决定饮张河水入邻县 其实通过一组数据 我们就可以了解红曲曲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 上世纪六十年代 发动了三十万人次 穿过了一千二百五十座山头 凿通了二百一十一个隧道 架设了一百五十二度杜槽 建成了一千五百公里的饮水灌溉工程 红旗曲 这些数字在现在听起来都是非常震撼的 对 因为这个红旗曲的总干曲 它全部是修筑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用这样的麻绳 把自己吊在太行山的半山腰上 然后手持钢签和铁锤凿出泡眼 再把炸药装进去进行爆破 这样呢才能够在山体上留下平台 民工们才有了立足之地 再把爆破之后 滚落到山脚的这些石块 一块一块地抬上来 累积成取桥 当时呢也没有安全帽 所以大家呢 就靠这种自制的柳帽 带到自己的头上呢 来保证安全 红旗曲可以说是河南省的一个骄傲吧 因为我是河南人 六十年代是我们正是国家 比较艰苦的时候 当时在开修之前 所有的设备加在一起 一共就有三台设备 剩下全是靠着大家用 当时的一个土方法 用自己的方式 最后在国家验收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技术指标 都是完成国家标准的 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奇迹 除了它这个工程以外 这些老百姓的智慧 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我们再次谢谢刘玲玲 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场 谢谢大家 目前两位一比一 我们来听